- 鬼門關了,但是2020這一年似乎一整年成熟低迷,就連鬼門關了,還是有很多靈魂沒有回去。 今天就要帶你來看五個讓我有驚嚇的恐怖靈異影片。 第五,醫院的不明口哨。 這部影片可以看到是在一個似乎無人的醫院拍攝的,影片旁邊註解拍攝的人以為自己當時只有自己一個人,直到看到身邊的門打開了。 當時並沒有太震驚,但是想說再觀察看看,於是拿起手機開始拍攝。 醫院那個門是需要感應動態偵測才會打開。 影片中可以看到在沒人的情況下,這個門自己開開關關幾次。 - 好,你們看到嗎?我單獨了。 後來這位醫護人員跟另外一名醫護人員會合後,沒多久又聽到門打開的聲音。 他同事於是走靠近那三門,想看看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門自己開開關關。 就在他們靠近後,門又停止開關了,裡面也沒有人。 但就在這個時刻,他們聽到一個非常微弱的口哨聲。 - 我在這位醫護人員會合後,門又停止開關了。 - 裡面也沒有人,但就在這個時刻,他們聽到一個非常微弱的口哨聲。 - 確定當時沒有其他人的這兩名醫護人員也真的聽到了斷斷續續的口哨聲。 - 於是這名Python影片的男子將影片上傳到網路上,讓網友自己來決定,他們是不是遇到什麼靈異現象呢? - 什麼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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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四,詭異陰影 - 銀耳監視器通常是拿來給忙碌的父母在小孩睡覺時可以隨時掌控小孩的狀況, 通常不會看到什麼太奇怪的畫面,但是在這個網友拍到的銀耳監視器中, - 卻拍到讓每個父母都雞皮疙瘩的影片。 - 銀耳床的窗頭可以看到一團黑影,一開始不會覺得那是什麼奇怪的東西, - 可能只是覺得是什麼家具物品的影子。 - 在昏暗的房間裡也很難知道那是什麼,直到那團陰影突然變了。 - 監視器持續的錄影下,突然看到那團陰影像是有兩顆發亮的眼睛閃了一下。 - 發亮的眼睛直盯著床裡的嬰兒, - 嬰兒床還可以看到像是一個怪物的手抓住右側圍欄。 - 影片在讓觀眾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前就結束了, - 但是從翻來覆去的嬰兒來看,會不會是因為房間有什麼太強大的能量關係? - 由你們來決定。 - 第三,衣櫃裡的玩偶。 - 沒有什麼玩具比跟人長得很像的玩偶還詭異了,特別是那幾隻在半夜給我亂動的。 - 這也是這位拍攝影片的玩偶所經歷的恐怖事件。 - 這次短短幾秒的影片,我們可以看到衣櫃裡面上層的櫃子, - 有一隻玩偶的腳掉在半空中。 - 玩偶看起來沒有什麼不一樣,但是當畫面持續拍攝時, - 玩偶的雙腳突然發生了變化。 - 玩偶的左腳開始拍打右腳,然後又往上往下抬。 - 捕捉到畫面的主人立即關閉影片逃離家裡。 - 雖然有玩偶認為這很有可能是作假的,但是如果以拉線來說, - 玩偶的高度跟腳移動的方向,要拉線控制是比較困難的。 - 除非這隻玩偶是要控。 - 當然也有另外派網友相信這隻的確是被鬼附身的玩偶, - 並希望這個主人能夠趕快找到安撫網偶裡面靈魂的方法。 - 天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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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二,監獄內的靈魂。 - 這個影片已曾經關過壞人以及處形的地方開始。 - 而許多網友也認為這邊有很多人在這裡過世過, - 靈魂更容易逗留不走,加上來來去去。 - 看到靈魂的現象也不是那麼奇怪了。 - 一個抓鬼團隊打算一整個下午到晚上都要好好來拜訪這個監獄一番。 - 雖然整個下午看起來都非常安靜,但是太陽下山後, - 鬼異的事情開始發生。 - 他們在走廊尾端看到一個黑影以及一些聲音。 - 這個靈魂連人都沒有看得技術往前走。 - 看起來身穿黑袍。 - 這個影子會是曾經住在這裡的犯人嗎? - 第一,小孩看到鬼。 - 我們都聽過老一輩說小孩體質比較敏感, - 比較容易看到或聽到那些來自另一個世界的東西。 - 這位網友表示自己家裡鬧鬼,也拍攝了幾個影片, - 證明自己家人正在經歷奇怪的現象。 - 影片中他解釋自己的小孩在浴室裡面看到鬼, - 跟著自己兒子到浴室裡, - 並即將經歷所有父母的惡夢。 - 他正在浴室門外,兒子手比向他看到鬼的地方。 - 就在兒子說在那裡的時候,浴室門突然大哩地被摔傷, - 將他兒子關在裡面。 - 他不斷地敲門呐喊兒子的名字,直到影片結束。 - 不知道他後來花了多久時間才戰身那不明的力量。 -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 如果你喜歡靈異影片,不要忘記幫我按喜歡和分享, - 想看更多可以訂閱這個頻道。 -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掰掰! - 還是有分享,你們想回家他們的錯誤會期會不會一忍。 - 請到你了,請到我們時間夠了, -... 請到你了,